夏威夷州州长格林表示 搜救人员已经完成 对58%左右受灾区域的搜寻 目前毛一县拉海纳 奥林达 以及库拉的伙食 都还没有得到完全控制 其中拉海纳的过火面积 超过878公顷 奥林达的过火面积 超过437公顷 美国联邦应急调查小组 将派往毛一岛 协助当地政府 进行起火的原因调查 此外 目前仍有超过 1400人居住在避难所中 另据气象部门预计 夏威夷州未来几天 出现局部大雨的可能性增加 或将给搜救工作带来困难 在此次火灾中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 曾经美丽热闹的 度假小镇拉海纳 小镇中的大多数居民 是夏威夷岛上的原住民 如今整个小镇 都已经被无情的大火焚毁 在拉海纳镇的主街上 很多建筑和车辆 被喷上了X的字样 这意味着该建筑或车辆中 有尚未被识别身份的 遇难者遗体 面对如此场景 小镇居民的心中 还有着疑惑和不解 那就是政府的救援 到底在哪里 据当地居民称 火灾发生后的几天时间里 有很多志愿者 向他们发放食物和必备物资 而这些收集到的食物 水以及必备物资 全部来源于私人捐赠 并由民间组织或私人机构运送 当地灾民表示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区 要求人们在网站上注册后 才能获得临时住房等援助 但是毛衣岛西部 受灾最严重地区 目前依然处于断电断网中 那里的灾民 根本无法登陆网站 各类官方援助中心 设在毛衣岛的东部 距西部灾区将近20公里 至于如何到达援助中心 灾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 阿呆 阿呆 阿呆